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就讲讲了 之前我们讲过 欧 不是澳洲 英国 第二大城市白鸣汉 进入了叫Session 运问科的notice 这个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就是关于第110条通知的声明 其实这个110条 就是一个 实质性破产状态 不过就不是真的破产 实质性破产 其实白鸣汉又不是少很多 8700万磅钱 之后他就买机场 买什么叉什么叉 都还钱 有些东西市政服务有些就少了 有些福利也都缩减了 其实这个114条 源于英国1988年通过的地方 政府 财政法 其实这个法案就规定 如果某地方政府的最高 财政官员认为 这个政府在某一 财政年度可能 收入不及 支出即是入不敷出 其实这个官员就有权并且有责任暂停 政府相关支出 不仅值得注意 这个破产并不等同于 是债务清算 只是通过 是 缩减开支等等方式控制政府支出 而原有的合同和承诺 将它继续得到履行 但是 这个也是 为什么实质性破产 因为 破产人有些支出不可用 等于 你不可以乱花钱 是吧 现在 白鸣汉去年 究竟有多少个council 可能 重蹈白鸣汉的覆车 原来 现在最新一份报告就是 研究英格兰 这个地方议会 的财政赤字 原来对英格兰 317个 地方 政府编制的官员年度的 财务 预算就进行了分析 有14个 只有14个破产 不是 不是 只有14个是收支平衡 和有盈餘 即是有303个 有赤字 有赤字很正常 是呀 大哥 是 但是 搞搞搞 其实现在 金融时报都说 会不会 300多个当中 总有 300多个 总有 357个 好像白鸣汉那样 我总是以为14个 不是很多 不是 只有14个 是没有财政问题 未来 未来三年 他们一共 会出现 93亿英镑的财政赤字 根据这个调查研究 英格兰 主要是英格兰 因为你知道威尔士 尤其是苏格兰 相对来说是独立的 英格兰 的 地方 当局 预测 26到27 财政年度 其实 这些 城市 市议会 市议会 有93亿 镑钱 的赤字 是今年 估计数字的四倍 亦都看到 这些市议会的融资压力相当大 所以大家都担心 317个地方 政府 只有14个 是财政健全 起码收支平衡 也有盈余不多 原来 这个 就是 Bernick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他们做出来的数字 当然 亦都是专门跟 Council 报告 亦都预计 明年 后年和大后年 三年就出现 集体赤字 而今年的资金短缺 只是24亿英镑 而且最近的 无家可归人士和社会关怀服务的成本 亦都有所上升 白明看当时所谓的破产 激发了114 Session 当时亦都是剪掉一些东西 Session 114就是 启动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可以花 钱不能亂花 这就是值得商榷 究竟什么叫亂花 哪些应该剪 哪些不应该剪 这就是 令到当时有些家长 就好 因为有些小朋友的福利 有些是剪掉了 所以就不开心 当被剪掉了一批 人士当然不高兴 对不对 原来今次的这个报告的 作者 叫John Sean 他亦都表示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 资金削减和新冠之后 地方政府 面临全面性的 系统挑战 议会现在处于历史上前所迷 未有的境地 危机很大 很多议会 被迫 提供 基础服务 为了履行 他平行帐目的 法律 责任 对于地方政府 日益脆弱的 财政状况 其实 之后预算会有的 预计 就会在预算当中 加税 加税 就解决400亿磅钱的 国家政府的 资金 短缺 代表着 英格兰 议会的 地方政府协会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其实他们都呼吁 政府在预算当中 采取 措施 帮助地方政府 即是指中央政府 但是中央政府说 我都不碰 我都 我都不碰 大家一起加 因为议会 在22到23的 财政年度 实际支出 的能力比 10到11年度的水平 还要低42% 地方政府 亦都是 这份报告当然是 地方政府委托 有机构做的 亦都发现 四分之一英格兰的 议会 预计在未来两个 财政年度 就需要申请 就是刚才说的 Session 114 就是申请这个是 紧急的救助 避免破产 避免破产 如果不申请 四分之一就是破产 其实这个研究 所利用 是中期的 财务政策 收集了数据 是估算出 26到27 的赤字 中期财务战略 亦都是英格兰所有 议会 每年必须提交的三年 收支 的财务预测 和其他 不同的是 他们亦都分析 亦都评估了 不同的资金缺口 去年地方政府 亦都是预测 全部预测 26到27 其实就出现 英格兰地区 未计算威尔市 北外 还有是苏格兰 因为他们相对独立 原来就出现62亿的赤字 不过 没意思 今年就已经是升到 是87亿 现在最新的份报告更加93亿 为什么呢?因为 有些服务的成本高了 就像你帮着Harmless的成本 帮着无家可归人士 和社会 互利服务成本 就 好像帮着无家可归人士 升高了26%的成本 之后 社会互利服务 就升高了16%的成本 这个 也是非常大的 虽然有些议会 是负债累累 当然 好似白鸣汉 这个Session 114就叫实际破产 其实是否跟 一些个人破产 或者 公司破产有点不同 当然各个议会的情况 也反映在一个 破碎的资助系统当中 的生存相当困难 大多数的地方 当局也预测 其实在26到27年 赤字将会低于1亿 磅前 其实就是 不多 哈哈哈 好像东北 的北部 和大伦敦地区 和东南部 还有西南部 都出现了赤字大 几个双鸣的地方 政府存在着 很大的资金缺口 会不会好像 百鸣汉那样 也不奇怪 当然 之前洗大了 而且成本高 你说洗大了也没办法 因为有些 他 让东西水涨船工 那你的公共服务 你也要聘用人的 你也要加工 不然就罢工 对不对 你看着数字才可以 老闆 他就是加了就加了 没办法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为了我的战争大家觉得很好吗 当然 其实这个战争 为什么现在西方的民众对于 缓污开始冷淡 自己日子觉得很差 我计划也可能破产 是吗 你也看到了 分析也没有发现 议会的政治 领导力和 高赤字之间存在很强的 是关联性 当然工党和保守党领导的议会 无论什么政党都陷入了财务危机 来自纽卡素大学 东北部的 教授 亦都说保守党的紧缩削减 政策对于议会的困境 负有重大责任 只有彻底改革才能够保护 当地的居民和纳税人的关键服务 另外来自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 虽然10年以来 地方政府 资金 估计 是削了23% 但大多数议会 都没有宣布破产 他亦都说 其实 议会财务长 一般都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这个事实 很明显就是 令到 财政部 继续削减 议会的经费 住房 社区 还有地方政府 的部门都表示 他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收复 地方 政府的基础 包括通过 续报 是 实施多年期的 资金分配和结束各类竞争性的资金申请过程 亦都为 这个地区提供更大的 稳定性 当然 好像白鸣汉那样加一些税 是这样的 没办法 地势也是这样 是一定加的 是 当然白鸣汉 去年已经是 英国的专家说 白鸣汉不是第一个 亦都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 当然 有些人说 没有市价不会死 是不会死的 但是市容市贸可能差一点 或者有些服务 是没有了 死肯定不会死 怎么会 现在我瓜人 我说是发达地区 不是说那些战乱 或者是贫穷地区 现在我瓜人 其实又不是那么经常听到的事 是吗 当然 当然 在 白鸣汉宣布破产的时候 这个也挺好笑的 前首相 肥波 最喜欢的那位之一 就是 Boris Johnson 对 出书 原来他也说 入侵欧盟计划 赚了400万磅 中英关系 蛤 顶他 他现在 喂 白鸣汉宣布会很伤心 什么 他说其实我们英国 应该是欢迎多些中国留学生的 对经济复苏很有用 说真话 这些是说真话的 是说真话 他做首相的时候 就不敢说这些 当然 早段时间 记得施纪然刚刚上台时 其实英国 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欠债太多 但当他宣布英国 那么困难 当然加税应该就会 结果有人 就在策划 抗议游行 而有人 直接 借机狂赚英镑 这个就是Boris Johnson 约翰逊在新书当中 藏着各种大胆的爆料 他曾经考虑过 用入侵计划 来武力 谈判 和欧盟谈 这个是脱欧的 这些这么厉害的爆料 其实他已经收拾了400万磅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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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心火热 这些人 作为英国曾经的首相 亦不能说他和英国没关系 如何执政时 都应该有很多事 英国 刚才说 施纪然说英国 可能会破产 现在 连地方政府 只有 14个Council 是收支平衡 或者有盈余 只有14个Council 是不赤字 不过不用担心 约翰逊就是 你关我什么事 你有赤字 我就是忙着赚大钱 令到很多民众 你都很懂赚钱 很多民众 亦都是 协了协了协了眼 眼红都不出来 他写古起家 是他是做报纸佬起家 他也是捨得的人 原来 他为了本书的销量 做宣传 他就说 我要养弟弟嘛 又不做首相 生活仍然要继续 他也说得对 生活仍然要继续 为什么 施纪然说 是英国破产 因为 赤字 比较大 白鸣汉去年也宣布破产随后 亦都是工业城市 洛丁汉 洛丁汉亦都宣布 启动Session 114 当然 还有其他地方 不安普敦 还有其他 亦都是 可能 出事 可能出事 你 你关你事你的事 不关我事 反正 Morris Johnson 我有银 赚钱赚得多 保守党执政14年 财政赤字是200亿 你说是否很大 数据也不是很大 但是 最怕你其他东西都要花钱 而且成本亦要上升 当然 他就说大刀阔斧 究竟怎样 不知道 可不可以说 他之前省卖 那些 纠缠出来 现在一次 纠缠出来 有件事你不要忘记 他不单是这些纠缠出来 社会治安他削减警察的 是那些 那些名额 就是省钱 其实现在不是搞到 常常抢手机 是不是 真是大 也是那一句 这个约翰逊赚钱肯定 你预计约翰逊 应该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不过他说得很大 他很务实 当然 他的其他半导戟的 都是个计算 我相信 你看他 他很乱的头发 肯定很亲吻 是谁说的 你看他 读什么学校 他都这么笨 你看他说的那些 我都说过 他说的那些口音 真的是 那些南部仔 那些思考仔口音 你们学 别人会被人笑 因为你 不断教他背景 学他说 你是会被人笑 不断教他 英国是没有歧视的 那你相信就相信 是不是 你相信就相信 如果没有歧视 那麻烦你叫他立即 给你一本完整的英国护照 是不是 那是Visa 是不是 是Visa 入境英国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通道 也叫你走到那边 这些不是你的 也叫你走到那边 英国亚 那也是 不知道将来有多少可以入到值 现在不知道 反正他们都考了试 考了试 也看回英格兰 事实上有点 他们 通胀是低了很多 这个也是事实 因为 亦都用过很多手段 因为之前太夸张 之前太夸张 现在 当然了 现在他收拾好也有时间收拾 不是那么容易收拾 因为 你们知道 IMF也是上调了英国增长的预测 那 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就说 通胀和利率下调 将会震兴需求 因为之前 他增多少经济 其实今年增长 就是1.1% 就是预测 高过7月份的0.7% 他们也说 2025年可能1.5% 因为 英国当前通胀1.7% 真的是低 不是说话 我们仍然是4.4% 所以澳洲没有那么容易 减息 希望 有少少希望 今年年底不知道有没有了 也差不多年底 其实英国最近通胀是3.1% 11.1%通胀 其实今年英国经济一直是 增长不温不火 6-7月是0增长 IMF为什么上调预测呢 原因就是保守党 在14年来 就不用做财政预算案了 因为他换了工党上台 这个IMF其实之前都觉得 工党 可能会比保守党好 所以就上调了预测 也不奇怪 他们反而 将 欧元区下调0.9%的增长调到0.8% 为什么 因为欧盟最大经济体 德国 可能是零增长 甚至是负增长 这个是大件事 这个 这个真的大件事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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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